红军生前辈练拔颈绳这个目的是什么 大家看我这几个点 如果你坐长了拔颈绳 你会养成肩跨这四个点的变化 同时什么当走下呼二这些东西全出来了 红军生前辈练拔颈绳这个目的是什么 大家看我这几个点 旋转 旋转 螺旋旋转 螺旋旋转 那么你带着这种风格再去练太极拳的话 有可能是肩跨四个点内动多 外动少 如果你坐长了拔颈绳 你会养成肩跨这四个点的变化 同时什么当走下呼二这些东西全出来了 很多朋友练太极拳 肩跨四个点不动 一样能打出太极拳来 不是不好 而且有可能还更美观 还可能还更美观 发进一下啥的 还更美观 但肩跨四个点一动都没动 哪一种是更符合 太极拳的权理呢 那么大家随便思考 这些东西全出来了 这些东西全出来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